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 维基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约化公式 什么是约化公式呢 这个 讲法的话来说的话 一般都是对付这个 si的n次方 我们希望说 能够这个n假设很高的话 我们能够将这个高次 降为低次的一个方法 写成了一个公式 就叫做约化公式 如果说高次能够降成低次 低次又能够降成更低次 这样子依序的这样一直下去 如果我们的一次式或零次式 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话 那么我们再什么高次 我们都可以算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进行的是这个题目 在做这个题目之前的话 我们必须要复习一件事 si跟cos 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这个n次方 要把它拆开来 贡献出一次跟dx合并 那么我们写出了cos 的微分是什么 来我们写一下 cos的微分 是负si dx 我们也就是说d 负cosx是等于sinex乘上dx 记得我们把它当作是乘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拆开来 n-1跟n 就是跟1 n-1跟1 那现在我们来怎么做呢 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原式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n-1 然后再乘上一个sinex dx 但是这边就变成了dcos了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取代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使用叫做分布积分法 分布积分法就是 u-dv等于uv u-v减掉积分 后面的v d前面的 是这样的 这就是分布积分法的做法 我们再说一次 这边是u-dv等于uv减掉积分 v-du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 什么是dsi的n-1次方x 我们要知道这是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什么呢 连锁率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sinex的n-1次方 那就变成了n-1可以丢到前面去 那么这边的话呢 就是sine的n-2次方 注意的是 这边还要微分 因为它这个是连锁率 还要多一个ecosidex乘上dx 那么这边我们必须要注意 来我们现在来把它拆开来看 继续写下去 这边前面照抄我们都不动 减掉这边的话呢 说我们的n-1丢到前面去了 sine的话呢就会这样一次 注意的是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cosidex dx 多了一个coside coside是哪来的呢 是sine的微分 注意的 这是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微分的地方要小心 好我们再来看 这边有负号 有负号 这看起来不太喜欢 我们把这个负号移到外面去 来我们再写一个算式 好负号移过去以后 这边我们把红色的标出来 这是等一下的重点 因为要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准备要把这个coside跟coside 前后面跟前面 要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那么黑色的部分 我们就继续保留着 那么这边我们继续保留着 注意的是 这边变成了coside平方咯 这两个合在一起了 变成平方 那么下一步 各位同学大概应该 很清楚的知道了 这个叫做平方 根据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sine平方加coside平方 如果角度一样的话呢 以横等于1 所以coside的平方 可以把它写成1减掉sine平方 好我们把这个板面清空 留下了最后一个算式 写在上面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原式是这样子的 刚刚我们坐到这边来嘛 现在的话呢 我们为了让这个板面 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这个n减1 提到前面去好了 把它移到积分外面 好我们把n减1 移到积分外面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明显 那么coside平方 我们就把它写成 1减掉sine平方 我们的目的 各位同学 应该非常的清楚了 因为这里是n次方 就是原式 我们的目的 想要利用的是一个 叫做折合的方式 叠合的方法 就是说 这边我们在造成的 另外一个就是sine的n次方 然后把它对折回去 对折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了 它的结果了 那么来我们来试一试 这个地方要把它拆开来 好我们来看 这边来说 我们拆了 乘开 这边就是n减2次方的x 减掉sine的n次方 我们又回到了题目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 非常明显的把它积分拆开来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现在这是前面的半部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这里有n减1 这里整体来说 这要沉进去 这要沉进去 所以这边一样 要多少呢 减掉n减1 这边是积分 sine的n次方x 注意的是 这是什么 这是题目 这是题目 好 那么版面的关系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好了 来我们看这边 这是题目是这样子的 原式 原式就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是原式 这个式子就是我们的原式 我们准备要做的是动作 就是要把它对折过去 来我们把它原式取代 取代它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这边填下去 这边照抄 这边照抄 这边是减掉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 移向过去啊 是可以的 这里有负的n减1个 这里有1个 所以我们移过去的话呢 那就有几个呢 就有n个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n倍的 sine的n次方 这个 这是我们的题目 就等于这个剩下来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剩下的部分 来我们填下去 那么当然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n再除过来 所以得出的是一个 这就叫做约化公式 等于n分之 这个应该说同乘一个n分之一 n分之一 这个照抄 这边要除一个n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约化公式 怎么说呢 n次方 降成什么 n减二次方 也就是说 万一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十次方的题目 我们就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八次方的题目 八次方的题目 又可以变成了六次方的题目 六次又降成了四次 依此类推 我们最后一定可以算得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约化公式 我们并没有直接算出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了一个规则 将它把它降接 这个方法 那么就是约化公式 约化公式 当然cos也一样可以做 非常类似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约化公式 就是说 把n次方的积分 划为什么 n减二次方的积分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一次方的就是sine的积分 或cosine的积分 零次方当然就是非常的简单 这是非常的简单 直接写答案 那么透过了一个叫做迭代的方式 最后可以把高次方的积分算出来 那么这是约化公式的一个方法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算出 但是至少我们找到了规则 那么这是我们给各位同学建议的 second n次方 这个约化公式 其实也可以算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试着挑战这个题目 我想大家有一定的需要 但是并且试着 内容 感谢观看